大家好,我是小七 人体的生命活动离不开气血运行 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官 尤其需要气血滋养 原来上了一定年纪的人 往往容易出现脑供血不足 经常头晕、头痛 经常睡不着却哈气连天 望东望西等等 时间长了,甚至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 下面分享两个中医调理方法 帮助改善大脑供血 预防老年痴呆 一、手指操 动作非常简单 用大拇指的指腹 分别去搓食指、中指、无名指 和小指的指腹 正着搓完、倒着搓 每天随时随地做 每次一分钟左右 每天五六次就足够了 经常做 有助于改善脑供血 提高记忆力 使人思维敏捷 更有活力 二、推按五经 对头部进行整体刺激 改善头部血液循环 我们头部正中是督脉 督脉旁开是膀胱经 然后再旁开是胆经 我们把中指对上头部的正中线的督脉 十指、无名指自然排开 小指和拇指在最外侧 然后顺着这五条经络 从前往后推按 一直到静后 反复推五十遍 很快就感觉头皮会发热 气血通畅 整个脑子变得非常清醒 很多中老年人 由于身体机能下降 脑壶供血循环不畅 导致记忆力下降 甚至出门都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们要及时调理 上面两个方法 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 降低发生老年痴呆的风险 最好坚持做 谢谢大家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简单有效 适合所有人练习的养生方法 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 每天坚持练习呢 会收获到更多的好处 这个方法呢 就是空抓手 空抓手有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锻炼 养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对我们手部的一些经络 穴位 以及反射点 进行刺激 对我们的身体 能够起到非常好的养生作用 可能有些人 可能有些人在生活中会发现 有些老年人呢 有盘核桃的习惯 其实通过盘核桃来锻炼我们的手指 刺激我们手上的经络 穴位和反射点 也能够起到 养护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个作用 接下来呢 咱们就把这个空抓手的练习方法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呢 可以跟我一起来做 这个方法特别的简单 随时随地都能做 可以坐着坐 也可以站着坐 首先呢 把我们的两个手臂这样抬起来 抬起的高度与我们肩膀同样高就可以了 往前伸 首先把我们的手指这样去张开 张开的时候呢 要稍稍用力啊 五指要完全地炸开 动作略微停顿一秒钟 然后呢 我们再收回握拳 握拳的时候呢 也要稍稍用力 略微停顿一秒 然后再张开 张开的时候 有一个弹甩的感觉 可以让气血更好的到达我们的手指末端 反复地做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其实有点类似于 怀泡 刚握拳的时候 血液会被挤压回流啊 流回到我们的心脏 当放松的时候 新鲜的血液呢 又会流回到我们的手指末端 这个过程呢 其实是对我们的血管进行了一次养护 进行了一次清理 经常练习呢 可以让我们的血管更加地有弹性 同时呢 也可以让我们手指 手部的关节更加地灵活 这个动作在练习的时候 可以锻炼我们的手部的肌肉 包括我们的手臂 以及肩颈部位的肌肉 都能够得到有效的一个锻炼 对我们上肢经络的疏通 非常的有帮助 每次呢 可以这样练习一百下 分成五组 每组二十次 因为你一次性完成一百下的话 会感觉非常的累 像我们的手臂 会感觉特别的酸 那么这个空抓手的养生方法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希望学会的朋友呢 可以每天坚持着去做一做 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 有脑供血不足的现象 咱们呢 可以多练习这个空抓手的动作 对缓解我们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 非常的不错 而且中医认为呢 五指对应五脏 通过练习锻炼刺激 我们的五根手指 就能够起到调理 调节我们脏腑的一个作用 而且动作特别的简单 也比较容易坚持 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个 非常简单的养生方法 平时咱们在走路的时候就可以练习 能够缓解我们手脚冰凉 四肢麻木的情况 还可以锻炼我们的大脑 调节我们身体的平衡 对我们整根脊柱的锻炼 也非常的不错 像我们的颈椎啊 腰椎部位啊 都能够得到一个锻炼 接下来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 朋友们呢 可以跟我一起来做 这个动作呢 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 走独木桥 当然了 只是我们的一种想象 全身放松啊 两腿并拢 自然站立 下额微收 目视前方 胸腔略微上提 腹部收紧 将两个手臂往两侧平举 一直到与我们肩膀同样的高度 然后呢 将手掌往上翘 掌根往外推出 保持这个姿势 我们往前走 在走的时候呢 想象脚下是一根独木桥 需要靠我们身体的摆动啊 包括我们两个手臂的上下晃动 才能够维持身体的平衡 简单地演示一下 我们尽量去走一个一字形 速度呢 尽量放得慢一些 哎 这个动作呢 看似简单 实际上呢 它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 来调动我们身体的肌肉 和组织器官 来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个稳定和平和 那么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 在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样 将双脚打开的稍微宽一些 不必非得去走一个一字形 这个方法呢 看似简单 但是你做完了以后呢 还是会感觉到 你的手臂啊 肩膀啊 包括我们的上背部啊 有一个微微的酸胀感 还会感觉全身发热 有一个微微出汗的一个现象 那么这个动作 咱们每天做多少呢 建议大家 每天这样去走个20到30米 或者说呢 走个三五分钟啊 也是可以通过锻炼我们的大脑呢 调动我们身体的肌肉和组织器官 能够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平衡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大家一起互相学习交流 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哦